一個叫 indirect 一個叫 offset 其實兩個都可以把最後的結果都做出來沒有問題 indirect 跟 offset 剛有提到有關 indirect 的使用方法也是要檢視與參照 裡面有一個叫做 indirect 它的用法跟 index 蠻類似的 也是去抓你現在工作表的哪個位置的資料 可是你需要給的是一個文字 而不是給兩個數字 index 是給哪一列 哪一欄的數字 那 indirect 就是說 比如說你要抓的是 B2 的話 你這邊就是輸入 B2 記得就是說 一定要自己加上雙引號 因為我發現它這個不會自己幫你加 所以很容易你忘了加這個雙引號的話 就會產生錯誤 我記得好像之前也曾經這樣 忘了打的按確定 它會出現這樣子 REF錯誤 很多同學講說奇怪為什麼有錯呢 因為你忘了什麼 雙引號 OK 所以這個好像還蠻多同學 遇到這樣的錯誤 因為這個錯誤 它不像其他函數好像會自動幫你補 有沒有 你會發現其他很多那個 mi 的函數 文字函數 都會自己幫你補雙 你看 可是這個沒有 OK 所以很容易因為這樣產生錯誤 好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勢必就是需要怎麼樣 勢必需要把 2 變成 3 變成 4 變成 5 有沒有 這邊 2 3 4 5 後面這個數字嘛 對不對 這邊變 6 7 8 9 那你想說 這個規則好像 曾經在哪邊看到 似曾相似的感覺 對不對 所以我剛剛講Colin跟Ru 這個觀念非常重要 因為你如果會的話 你只要做一次 你放在任何地方上 都行得通 怎麼說呢 後面那個 2 有沒有 其實你可以把剛剛那個公式啊 哪個公式 Colin跟Ru這邊嘛 剛剛不是有做的一個 Colin跟Ru的這個 那這邊喔 你可以把這個公式啊 Ctrl C 對不對 這個公式啊 放到哪裡呢 B 2 2把它拿掉 換成一個串接符號嘛 把這個公式放過去 但是呢 它產生的是 1 可是我要2 那怎麼辦 你把它加1不就好了 對不對 加了1之後 它就 不 更正一下 應該是 對 加1啦 1 那我要2嘛 OK好 Ctrl C 所以喔 以後 當然如果你把 很多步驟湊在一起 你會覺得很困難 但是你把很多步驟分開來看 你會覺得 好像沒那麼複雜嘛 你先把數字先產生 再放在那個裡面的話 比如說 再切到那個這邊 然後把公式怎麼樣 這2拿掉對不對 AND 先加個AND 應該沒問題啦 貼上 剛剛的東西 對不對 那 可是呢 我們這邊呢 剛剛是 它是要2 可是我給它的是1 那就少了 會變成說你打勾之後 它會變成怎麼樣 會抓到是信息 因為是B1 所以怎麼辦呢 簡單的策略是這樣的 就是 你乾脆喔 把剛剛這邊不是有減 3對不對 改成什麼 減2就好了嘛 少減一個 對不對 因為你現在的欄是在第4欄 本來是要減掉 要3就是 1嘛 你減掉2不就從2開始 OK打勾 沒錯喔 向右 向下 再向下 都通通出來了 有沒有發現 其實它道理不是也是一樣嗎 OK 所以呢 應該可以理解嘛 所以你學了 一個 index之後 你要再多學一個indirect 應該你就懂那個 到底在做什麼 而且這些函數 都會經常性的被使用到 所以 至於哪一個比較好用 其實當然沒有定論 你習慣用哪一個 做得出來 你就用哪一個吧 OK 那不過我一般看到比較多人還是習慣用indirect 為什麼 因為它會比較直覺 B2 B3 B4 就是在那個儲存格上面 可是如果你用index 有些人會轉 那個腦袋有時候轉不過來 就會不知道 之後該怎麼做 所以 以那個 可閱讀性高的話 是indirect 但是呢 實際上操作 indirect的難度 做出來 可能會 又比較難一些些 因為為什麼 因為 畢竟它是文字 你要把它 放數字 進去的話 可能會需要轉 尤其是哪個地方 尤其是這個b 它還好是在 同一欄 沒有 改變欄 可是如果你是 多欄 轉單欄的話 那勢必將來 比如說你今天呢 要再把 這些資料 怎麼樣 通通再轉到 i欄裡面 變成同一欄 那 這個時候你就會 牽涉到一個問題 多欄 的資料 你也怎麼辦 你如何 把d 變成 1 變成f 變成g 這個就是頭痛的問題 對 不過呢 這也不是什麼困難的 反正一定會有解法的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同學可以先想想看 當然 做完之後 如果你要過濾掉這個0 比如說你向下填法 剛剛不是有 就是ifl 對不對 不過這個地方你不是用l 因為它0 如果沒有結果它就0 那怎麼辦呢 你可以 再把這個公式減下 插入一個函數 然後呢 用if來 也是用if來過濾 if什麼呢 if這個結果如果等於0的話 等於0的話 那就幫我變成什麼 空的 反之呢 就 原來一樣的東西在貼上 所以 原來東西會貼一次 等於0 加一個 如果等於0 就變成這個 反之再貼一次 按確定 我們如果向右 向下 它就不會出現了 那還有啦 這個可能還要再加什麼 replace replace 也許先做replace 好像比較好 replace 怎麼做啦 我想 這個地方 各位先 可以再說 順便做個複習 就是 做完之後 有沒有 你可以再 把這個範圍裡面的 頭去掉 頭去掉不也是跟剛剛一樣 這個我就不講了 你們可以再試一下 就是 用那個文字函數裡面的 什麼 那個 replace index 順便複習一下 然後原來的資料貼上 從第一個字 LEN 刮弧 然後上面的 上面的這個儲存格 然後 刮弧加1 記得鎖住列就可以了 鎖列不鎖籃 OK 然後 變成 空的 按確定 其實最後做完的話 跟剛剛的index 也會是一模一樣的啦 OK 好 那這個部分的話 如果你要向下填滿 那就過濾掉0 就可以了 過濾掉0 就可以了 不過好像 這個replace掉好像他也不會產生 OK 畫面切換給各位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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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